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 我明天要出差 时间特别急 来不及安排孩子了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好啊 明天是周末 我正好不上班 别客气 好嘞 拜拜 你改天把那狗带到派出所 我们给他拍照登记 要记录下他的颜色和特征 然后给他拌狗牌和证件 江叔叔 叔叔好 不不 阿姨呢 这儿的 阿姨 好 来 走奶奶 奶奶好 你好 叔叔你今天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呀 晚上点吧 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奶儿快下来 在这儿你得斯文点 别说他 居着 下次该不来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趟差太急了 又调整不了 看他的阿姨又不在 你放我着吧 我给你看着 我正想找个孙女 陪我聊聊天呢 奶儿 记住妈妈的话 在这儿不能吵 奶奶身体不好 你放心吧 我一会就带她出去玩 不会影响阿姨的 那就谢谢你们了 我该走了 要到车站去了 要不然就迟到了 好吧 听话啊 记住妈妈的话 不能在这儿吵 听话 记住了吗 记住了 阿姨谢谢了 那我走了 妈妈再见 走吧 妈妈再见 谢谢 咱俩是碰碰车吗 小心点啊 算不远吧 老张 这是谁家的孩子呀 那个是谭医生的孩子 谭医生出差了 没人给他看 放我这儿了 你看那孩子玩的 你们家明慧呢 我老没见他了 他怎么也不回来呀 考试了 快了 快回来了 快了 赶紧回来吧 他们俩要是结了婚呢 给你生一个大外孙子 你看你 见到那孩子 求你点高兴一样 可不是呗 我看人家有孩子 我都对不起 行啊 你这未来的女婿 那真是少找啊 我老看见她 又有空了 就来照顾你 可不是呗 为了我呀 掉附近的派出所了 她不在家呀 多亏了狄烦了 真是 真是 你还别说 咱们小区的人呢 可佩服你了 他们俩要是结了婚 那你真是有想定的福啊 尝尝这个 我只能吃一个两口 好吃吗 要是李叔叔做我的爸爸就好了 李叔叔可做不了你的爸爸 为什么呀 他不是没小孩吗 啊 你是看李叔叔没孩子 就抢的做爸爸呀 那你做我干女儿吧 等将来我有了孩子 你就是大姐姐了 也行 吃饭 真乖 来 最好吃的 我看这个啊 这么久就睡着了 睡着了 一会儿啊 你帮我把他包到李部去啊 那您晚上带他会不会太累呢 没事 这小孩要是睡着了 就是大累他也听不见 怎么样 今天带孩子累了吧 李芳 你干脆认得做干女儿吧 等明婚回来啊 肯定高兴 白捡一个干女儿啊 你好啊 那我现在把他包进去 哎 哎 慢点啊 孩子又拉了 快点扫掉 快点 我身上没指前的东西 有话好说 你是现在跟我们走 还是跟你老婆道个别 包括政府 我 我跑了这么多天 这还是被你们抓住的 其实我早泻这口气了 我就一直想戴罪立功 我儿子刚出生三天 我真不想一辈子就戴在老里边 那你跟我收拾你想怎么戴罪立功 前两天 干剑的手下有个叫赵峰的找过我 让我带着阳刚的手下 全部投靠干剑 叫什么 这早饭 这早饭 大脸啊 报告 这个 这星期啊 你跟他们一起啊 做几个板报 咱们辖区这不跟社区和原林 这个合作 搞危机三个月的治安宣传吗 现在 也是收尾工作了 哎 这周末可能还得加剑班 你跟他们一起啊 去摆摆摊 做做咨询 哼 没问题 这个 怎么样 在这儿的工作还适应吗 嗯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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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以前呢 你是这个咱们进都支队的骨干 嗯 现在搞这个社区警务工作啊 有点打太小用了 您别这么说啊 工作需要吗 别灰心 哎 你记着啊 这赤金子在哪都会发光的 是吧 谢谢所长 那你忙吧 啊 忙吧 哎 贴这儿吧 啊 还差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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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贴着啊 我有点事 我先走啊 啊 好好好 哈 啊 尤其法 你回头 干嘛呀 赵峰 我看见了 你跟他干什么 他要发现你跟他 你就坏了个大事了 你知道我跟他好一天吗 好好等你这片子 行不行 你想跟什么你 我狗男后子多管闲事了呗 你还不高兴呢 你赶紧走 赶紧走吧你 走 陈芝 把李队去走了 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我把他去走了 他突然间冒出来了 无名其妙 不管他 也不知道了 李队凡刚才是不是被他发现 李队老警察了 应该不会吧 但愿吧 李队老警 李队老警 你这么多年 你都一个人带着孩子 就没有什么遇到合适的人吗 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带着孩子过 生活很平静 我挺满足的 是不是经过了一次婚姻 你对男人的要求越来越高 越来越挑剔了 没有啊 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高的要求 那你把你这个没有觉得有什么过高的要求的要求你说来听听 我挺感兴趣的 我挺感兴趣的 好吧 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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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要爱孩子 最好是能做一手好饭 孩子爱吃 您那要求还不高 我觉得挺高的了 为什么非要会做一手好饭 找个保姆不就完了吗 那可不一样 那是一种被照顾 被呵护的感觉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条件这个除了饭我不会做啊 别的我还蛮适合的 能不能考虑一下 你啊 你是钻石王老五 我可不敢考虑 他们呀 我们都是过来的 都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我决定把你追回来 有那么多小姑娘你不追 何必拿我开心呢 我没拿你开心 我是认真的 你越说越像真的了 本来就是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实话 我当年做的最愚蠢的一个决定就是 放弃你 我决定把你追回来 陈志 那肝肩哪条线我就不犯了 对 一定会盯住啊 好 喂 陆菊 好 我正要跟您回报情况 好 我马上过去 周军 咱们这去啥地方 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还挺神秘啊 我来说 这一个是什么事 我来说 我来说 郑先生 这什么地方 大伙都知道了 我可是救药你的大名了 他的人把我那人盯得死死的 实在没辙了 才找到你 来来来 坐下说 连我都没辙了 后来我跟何初一商量 干脆都这么多天了 跟你说清楚德 要不然再慎着的话 那就不光是大水冲龙王庙的问题了 你进冬支队把人这么一抓 那省厅精心布置一次行动 那彻底泡汤了又 这啥意思啊 二位领导说的我听不懂 你知道你一直跟踪的赵峰是什么人吗 什么意思啊 他是不是跟国际大有关系啊 赵峰这家伙很滑头 不好跟吧 太不好跟了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特别强 行了 陈志 实话告诉你吧 赵峰是我们的人 行了 赵峰是我们沈厅派来卧底的 为了这次行动 他冒了很大风险 不过看来他隐藏的功夫还不错 把你们进冬支队的人全给蒙了 周局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 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我知道也就找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是多长时间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说啊 我们跟了他那么长时间 不是瞎咱们功夫啊 行了 沈飞虎同志 这院不在周局 赵峰同志这次来 是为了执行一项重大任务 具体什么时候结束 现在还不能确定 具体内容我到现在 都还没有透露给周局 我们的纪律你也是明白的 这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 更是为了保证内线同志的安全 所以直到赵峰同志被你们拘留了 我才跟周局打了招呼 我说的嘛 这个赵峰同志吧 就觉得特别奇怪 你说不出的 说他坏吧也不对 可是每次他提供的信息呢 又特别真 总觉得哪不对 我现在把底都透露给你了 陈飞虎同志 从现在起 你们进度支队 要配合我们执行这次决定 最重要的就是 要普通命令 听从我们的统一部署 飞虎 以后关于这个案子一切 都要听何处的 他是这次行动总指挥 是 另外 在咱们局里边 你是第二个 值得这次行动的 保密纪律 不用我强调了吧 明白 那监控赵峰的人 是不是可以撤出来 可以撤 不过你要想好理由 不能让人起疑心 其实你们跟踪赵峰 他早就察觉了 他生怕你们的行动 打草惊涉 引起干净的察觉 可是呢 又不敢提醒你们 逼着腻了一把汗 所以到最后 找到我这儿来了 何处 赵峰同志掌握的情报 有没有提到 牺牲的吴卫东同志 我听赵峰说 吴卫东本人 他没有见过 但他见过老警 并且轻耳听见 是干剑之时老九 杀死了湘家明 那湘家明这件事情 总算确认 这件事 现在还属于保密阶段 是 周局 我能不能多记嘴 说 那天赵峰同志 说李迪凡对他 形形逼供 这件事情是不是故意的 对 这是 因为他有急于脱身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李迪凡同志 就太冤枉了 既然错了 就先错到底吧 赵峰同志的身份 绝对不能暴露 周局 弟弟发言 永远希望调回来 调哪儿去 派出所挺好的嘛 那儿挺适合他的 先干着吧 我们再等一个重要情报 牵涉的部门还可能增加 涉案病案的情况还会发生 所以 不要着急 你是谁呀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 我姓黎 这个是送给你的 喜欢吗 喜欢 来了 坐会儿吧 家里忙关心的 来咋 谢谢叔叔了没有 谢谢黎叔叔 不客气 那我们走吧 走 黎叔叔你会做猪肉蛋卷吗 哎呀 这个还真难到黎叔叔了 黎叔叔不会 不过咱们可以去餐馆点 餐馆没有 我问过了 那咱吃别的 黎叔叔会做这个猪肉蛋卷 我们可以一块去他家吃啊 婉儿今天不去黎叔叔家 黎叔叔要陪婉儿划船 好啊 好 来 走 划船的 走 走 黎叔叔 一会儿划船的时候要听话 不能乱动 第八叔叔 婉儿 你怎么在这儿 带孩子来玩 你这是干嘛呢 开始做的宣传工作 加班 你朋友 他叫李迪凡 这是我大学同学 叫李东鹏 你好 叔叔 我想吃你做的猪肉蛋卷和皮蛋瘦肉粥 好啊 那叔叔中午就给你做 要不中午一块儿到我们家吃饭吧 不不 你别理他 他是人来分 你不用划船吗 一会儿船可没了 大周末还不休息 真够辛苦 没办法 要不然中午下班我们一起吃个饭 对 一起吃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们带孩子先玩吧 我中午还得给阿姨做饭 那好吧 我们就不耽误你工作了 再起 跟叔叔再见 叔叔再见 等着再见 走 他不认识你 我就喜欢活泼的孩子 妈妈 我渴了 我要吃冰激凌 冰激凌可不能吃 咳嗽刚刚好 不能吃凉的 给他找偏水的吧 我看 在那儿呢 你看一下他 我去买水 别让他乱跑 没问题 听叔叔话 你叔叔 你是不是特别想跟我妈妈结婚 这你都知道啊 我要跟你妈结婚 你同意吗 不同意 我希望李迪凡叔叔做我的爸爸 要是他跟妈妈结婚就好了 那为什么 因为李迪凡叔叔做的饭好吃 连妈妈都喜欢吃 跟叔叔聊什么开心的事呢 我就是希望李迪凡叔叔做我的爸爸 你胡说什么呀 我没胡说 你不是也觉得李迪凡叔叔做的饭好吃吗 你别瞎说 走吧 看看你想吃什么 妈妈 你问问这里有没有猪肉蛋卷 这儿没有 回家妈妈给你做 骗人 你根本不会做 听话啊 这儿没有咱们就吃别的 来 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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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没睡啊 你真正睡了 这两天作业流特别重了 每天都写得很晚 浇得不够睡 老婆 我家里事那么多 我也帮不上忙 就多等待 你也学会说好听的了 别熬了 好不然你回来睡个安安觉 快睡吧 没事 你先睡吧 我一会儿再睡 因为工作的事烦呢 我也陪你坐一会儿 给我倒杯茶 老婆 我跟你说个事啊 你猜我今天在街上看见谁了 谁啊 我看见林明慧 跟一个有钱老板在一起 我总是气坏的 你说这事我跟李迪帆说不说啊 那大理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 知情了汉子 他到现在还等林明慧回头呢 提得不吃 你说这林明慧怎么性情突然间就变了 变得太不靠谱了 这 也是 你说大理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忍气呢 那你跟我出了主意啊 这事我跟他说不出来啊 瞒着他有什么好处 还不如告诉他事情 至于怎么选择 是他的自由 案子办得怎么样啊 打到赵峰了吗 他不又跑了吗 多滚 谁得跟着他 那你这一个人不就打托行车了吗 这赵峰多精明的一个人 跑得连人影都没有 你就这么让他跑了 鬼才信呢 那你说我还能怎么着 我那天不拦着你 就彻底报了我吧 我没关系 跑上再抓 我就不相信他不露头了 大理啊 今天呢 想跟你说点别的事 什么事 我看见林明慧了 我 我觉得这样啊 你跟他正儿八经的谈一次 彻彻底底的 实在不行的 就好喝好酸 不是 谁说我要散了 不是 我看见他在大盆里边 跟周小斌在一起 我看得是真真切切的 清清楚楚 不过我觉得吧 这个世界上好女人 不止林文慧一个 我 我就认他一个 反正我必须把他找回来 这是周小斌的车位号码 你要找他呢你去找 不过要冷静处理这事 听听了吗 你干啥去 你现在就去啊 你冷静点啊 现在你有事吗 请问一下 光彩星辰公司的这辆车 在你们这儿有登记吗 这家公司租了三个车位 这个是他们周总的车牌号 但是最近一直车位空着 我都说了 我们周总不在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 我一定会尽量配合您 但是请您不要影响我公司的正常运作 说我为人呢 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回来的 这个我不清楚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 几位兄弟 今后跟着我干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谢谢大哥 干颜康几年啊 三年 他们呢 他们都没有我时间长 警察没有找过你啊 那能呢 那警察要是能找到我 我还能站在这儿 跟大哥您说话 不是 你是挺会说话的 看来还是赵峰厉害啊 警察都找不到你 他把你找到了 杨刚进去了 因为也歇了好多天了吧 好 可以开工了 走 小哥 现在杨刚 剩下的我都随着引走 那边下一步 是不该走过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我就要跟舍仔铭的上家接到 上家终于联系了 你想啊 舍仔铭挂了 杨刚在了 这些人 这些人等了那么多天 他沉不住气 总得找个人出户啊 终于轮到我见老大了 兄弟 这回我上位 你帮了不上忙 大哥 这都是我应该的 大哥 明天见面的具体地点 确定了没 好好 我是觉得 到时候我安排几个人 去帮老封 争取玩我一次 还是你想的舟子 你安排吧 带着刚才那根几个 踩踩点 收尾收尾地形 谨慎点 去吧 是 赵军 废火 赵峰传来的消息 和你线人说的情况 是吻合的 看来这一次 都贩上家是要露头了 你回去 做一套行动方案 要记住 行动方案一定要周密 废话 这次一定要确保 我们内线同事的安全 是 大嫂 那个姓冯的是怎么说的 他说 会主持公道的 条件呢 他让我 交出手头的所有销售网络 和剩余的货品 您答应他了 我当然答应了 只要他们能帮我销出干净 所以我交出去多少 还不是由我掌握 大哥还留下了一些其他的销售网络吗 不该问的就别瞎打听 是 是 大嫂 您自己一个人过去 不太安全吗 你在车里等我 我一个人去 方便 抓好这个 具体细节都落实了 没问题了 我再叮嘱一句 绝不能轻举妄动 准备行动 出发 你 什么情况 他们提前到了 来的挺快 是在没的老婆 跟他们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老大有点不好客 怎么喝 挺好 贵姓 干净是吧 姓冯 冯涛 这个女人怎么在你这 男小爱 过来 向家敏的寡妇找上我 只是我不能不管 这段时间 你们关顾着内斗 大家伙你杀我 我杀你的 生意没法做 我下面的兄弟们 怎么混搬去 原来今天找我过来 是说这事的 不派货 货是要派 但是你们之间的恩怨 也得个了结合 行 怎么个了结合 单小爱 你男人死了 你是受害者 你先说吧 向家敏的雪 不能败人 既然今天你把我们叫到了这 谁是谁非 比亏的那个人 总该有个交换 丫头 你说你冲我开什么枪啊 你的账会杨干打死你 跟我没关系